十年修得头寒不改 百年修得后总言 老师 真的很感悚 有很多的师兄师姐们 这十五年来 修得如此的音言 不只同传度以外 有很多的心愿 能够共同为人力服务 而这个服务的当中 我们虽然没有看宗教 其实 当你真正在做长生邪的时候 已经实现了宗教上的爱跟死悲 所以 以我们华人来说 很多人 邪国信佛 邪国信佛 我们天经文义最主要的 就是要让我们去奉献 所谓佛道未成先广结善言 所以佛教才讲 人要懂得不失 有财思 华思 无畏思 精光喜波的人 清洁善言 其实 大家经常在办病患调整的学后 就是一个很好的诚实 我们知道生命的人 要花钱 看医生 用你长生邪的莲花手 帮他聊一聊 摸一摸 你能够让那个人 熟到地球 地球的人 让他能够省钱 不乱花钱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诚实 我们讲 华思 你当在帮这些病人调整的学后 能够把他的病治 又不收他的结 这个过程当中 你能够让他去感受到 你带给他的爱 让这一个人心中有爱 他还能够再去爱别人 这就是一个佛思 你能够在这些病人的内心里面 重向这个爱的组织 让他带着爱 从你的手离开以后 在他身边的周围 去蒙扬 茁壮 甚至让他 能够再来写长生结 再去爱更多的人 这样 你对那个人来讲 是功德无量的事 第三 所谓这三种布施 属于比较高层次的 就是文卫一施 那如果能够医治别人的病 又不跟人家收钱拿头包收礼物 而纯粹是处理一颗慈悲的心 既帮助别人 把人家的病基卡 这个就是一种医治 医疗别人的布施 是无畏施里面 属于一品的风格 所以 我们每一个师兄师姐们 假如你们认真的 在做长生结的过程 你就可以去体会到 宗教所讲的这三种布施 你透过长生结的过程当中 你统统都可以做到 所以今天 我们身中的十五周年庆 也见了这个机会 有来自前国各地的师兄师姐们 奇迹一堂 重要的 他们是绝对相近 不是吃一肠 而是带了什么话为记 你吃掉的一定会拉出来 如果拉不出来就麻烦了 但是假如你听进去的东西 你把它 纳为你这一生当中 受用无穷的东西 人经常 改变自己的 改变自己的 是自己 而不是来自别人 为什么会讲这一句话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肯定会遭遇到无数的无奈 简单来讲 简单来讲 大家在金庄当中 肯定会有残念出现吗 为什么会有这些残念出现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 所遇到的 执着广暗 甚至当心忧虑后期 当我们有机会 把心静下来的时候 你经常 能够去找到那个结 找到那个答案 我们经常讲 答案就是在问题当中 答案就是在问题当中 所以 你经常在静坐的过程当中 你绝对可以把过去的无奈 变成你未来的忍耐 把过去的无奈 变成你未来的忍耐 简单讲 在西瓜伊邪里面 为什么春天能够自闭 用我们华人的一句话 就能够把它解释得很清楚 很多人都知道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有嘛 春天的过程 能够治病的原因 就是让这个病人 把它春天回到 他发生某一件事情的当时 让这一个人 重新能够去看那件事情 发生的当时 为什么去看了以后 这个病人 有一心的疾病 就能够得到医治 因为在发生那件事情的当时 对这一位病人来说 是当急者迷 从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 经过了好几年 这几年当中 我们智慧的增长 我们智慧的增长 人生的经历又更丰富了 所以当这个病人 从心在倒回去看那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旁观者期 以一个旁观者 第三者的角度 在倒回去看那件事情的时候 有许多的结 就可以解开 所以当然 被催眠的人 他的病 心结被解开了 心理得到医治得到解开 肉体上的病后 就容易弃除了 那你想想看 我们在静坐当中 可以说 往事利益 一个一个会出现 大部分 是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当往事利益 一个一个在出现的时候 你必须很清楚 就等于 你自己在帮自己催眠一样 让你自己能够回到从前 要以一个 旁观者期的立场 再倒回去 看以前 心里有什么执着 挂爱 无奈 担心 忧虑 恐惧 甚至一些妄想妄变的事情 所以很多分解开 你就容易解开 容易得到答案 容易得到幻想 所以 经常 能够把喜多的无奈 变成你生命未来的等待 当你能够这样做以后 你的人生 他的道路就会越来越光明 因为曾经发生过的事 再往后也可能再出现 你有静坐 你有静坐 这样的经历 有很多的无奈 变成你的能耐 但是 当你在遇到类似相同事情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应该怎么去处理 你应该怎么去处理 就会让你的为人处事 变得更加的严荣 所以 在你生命的道路 你的人生 就会越来 越延安 越光明 希望 我们有 这十五年来的光明 还会再带来 我们深美兰州 产生前 有三十年的光明 老师也希望 明年 2020年的时候 我们 大马 长生前 二十周年纪念 我们在槟城 准办 希望 我们不只有十五年 不只有二十年 如此 夏季 会有更多的三十年 更多的四十年 希望 三十年后 四十年后 我们还能够在深美兰 正低一层 大家相会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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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在这里祝福 我们每一个四十年来 健康 长寿 平安 大家 以后 希望能够每一年 都见到大家 谢谢你们 祝福你们 谢谢